现在呢如果休假的时候想要畅游 南投日月潭又有新的选择了 政府是按车商合作推行了电动节能车 只要使用悠游卡就可以在当地呢 轻松的租借车或者充电 随租随环 而这样的低碳旅游不但环保也相当便利 详音政府推动智慧电动车计划 车厂从即日起在日月潭提供了电动车的租借服务 启动仪式上震伤云集 总共投入35辆的环保智能车 那其中呢有19辆的是iQ的电动车 那另外16辆呢是Prius的插电式油电车 而且我们也建置了28个充电站 想要保览日月潭的美景 现在不用大老远开车到目的地 只要搭大众运输工具到当地的电动车服务据点 就能够租车畅游各个景点 电动车的费用收回非常便宜 前半小时呢基本会只要99块钱 那超过呢每分钟也只要8块钱就可以了 游客注册成为会员之后 从租车还车到充电甚至开车门 一张悠游卡就能够搞定 进一步赤长也忍不住试驾 体验电动车的性能 电动车它的纽力非常足 所以在上坡以及山路非常的适合 那车子很小操纵很方便 电动车的使用建置系统已经相当的完备 让游客轻松享受低碳旅游 也能够有效降低日月潭假日交通拥塞的情况 中金新闻南投总统报道